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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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后台决定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今天肯定会忍不住 韩国到特曼金 sav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ully run with you for I can't help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or I can't help you for I can't help you for I can't help you 因为我在后台决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哭了 怎么全是我的眼影的 不是防水的吗 现在让我 怎么鼻涕都出来了 等一下 通常不会到流鼻涕的地步 太丢人了 怎么在清早发生这种事情 我刚刚就是在看大屏幕 看到他没拍我正脸 所以我赶紧再插一下 结果就立马牵我正脸 懂不懂打配合呀 摄影机大哥 接下来一首歌 还是一首充满爱的歌 这一首歌 你们肯定很熟悉 清早的朋友 你们刚刚都那么大声了 听到这一首歌能不能 超级不低大声呢 有 有 有一只蚊子直接飞到我嘴巴里面去了 现在这里有一只很大的虫子 不行 我不行啊 我好害怕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刚刚有一个有一只蚊子直接飞到我嘴巴里面去了 不过没有关系 谢谢 我也爱你们 谢谢 多补充一些维他命哈 可不过一样 важно 有哈 有只蚊子直接飞到我嘴巴里的串 我好害怕 现在这里有一只很大的虫子 又来了又来了 怎么办 我要逃走 我不行啊 我好害怕啊 好大啊 谁来救救我 站到一眼 好大 好大 一一一一 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大 我告诉你 这么大 哈哈哈 我每一天都不开心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快要死了 能不能停一停 真的是很难 我处理我自己的东西 我坚强了很多 然后我 我好了很多 我熬过来了 然后我真的看到很多人熬不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心痛 因为我前几天看到有人把我的微博翻出来了 就是他们发现我好像两三年前已经在微博里面写过这一句 好想让世界暂停一分钟 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当时我刚跟前公司有了一个纠纷 然后开始进入了打官司的一个阶段 我每一天都不开心那时候 可能我正在录节目 然后录完节目回到后台 我就要去看合约 然后要跟律师开会 因为正在打官司 就是非常就是真的是我要爆炸了 我想起来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是要爆炸了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 就是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想哭 就真的觉得快要死了 能不能停一停 我觉得大环境真的每个人都很难 每个人都很 就真的是很难 然后很多很多的天灾人祸 很多 伤心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每个人都受伤了 然后我其实写这首歌 我真的是很想要就是在这个世界里边 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还是有盼望的 就是我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三年前可能我自己经历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我熬过来了 现在我我觉得我处理我自己的东西 我坚强了很多 然后我 我好了很多 但是当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 幸好我有信仰 然后幸好我熬过来了 然后我真的看到很多人熬不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心痛 就是我很想写这首歌 就是送给所有受伤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很困难 大家都大家都辛苦了 唉 怎么会突然哭啊 搞什么 就是 天天看着不同的新闻呢 然后看着不同的歌迷给我留言呢 看自己的日记啊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这世界上是有盼望的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可能当下真的很困难 但是是会过去的 然后我希望这个世界多点爱 这个多点爱 其实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去做起 就是你将心比心 在你自己困难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希望有个人跟你说来到我的怀中 然后他抱一抱你 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那个怀抱 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时候去跟别人说来到我的怀中 然后你抱一抱他 就我觉得